准备好见证不可能吧 中国正在改变世界工程的格局 重新定义人类能建造的极限 打破一个又一个曾被认为不可能的记录 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 本期影片 我们将带你深入探讨那些震惊世界的中国超级工程 这些庞然巨物雄心惊人 让全球的工程师都为之震撼 从刷新记录的桥梁与高铁 到世界最大的水坝 人工岛与新兴城市 这些项目不仅庞大 更充满速度 精度与远见 短短十年间 中国建成了超过4.5万公里的高铁 超过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 它建起世界最大的水电大坝 跨流域掉水上千公里 并在海上筑起全新的国土 曾经的追赶者 如今成为引领者 中国正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与智慧 不断拓展人类工程的疆界 现在让我们一起揭开 这些奇迹背后的秘密 那份创造力 科技力量 以及让世界称之为基建狂魔的中国速度 在过去的20年里 中国完成了一系列 足以改写地理的超级工程 它们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 能源结构与城市格局 更重塑了世界对发展中国家的定义 从海拔4000米的川藏铁路 到穿越深海的港珠澳大桥 从沙漠腹地崛起的世界最大光伏电站 到云端之间横跨峡谷的世界最高桥梁 这些宏伟的建筑像一串闪耀的坐标 标记着中国工程师征服自然的足迹 这是一种国家级的自信 一种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信念 它让中国不再只是追赶者 而成为引领者 而要见证这种大胆创新的精神 没有比穿越中国崎岖山巒和深邃峡谷的水道 更合适的地方了 轮船在这样极端的环境下航行 这样的挑战堪称世界之罪 但中国工程师们已经重新定义了不可能 以三峡大坝为例 重达3000吨的船只 可以在短短40分钟内 被整体提升113米 这一切依靠的不是蛮力 而是利用重力于水的浮力原理的生船机 我们再看乌江上的构皮摊生船机 它以199米的高度打破了世界纪录 将船只分三段提升 速度与精度令人惊叹 这些工程奇迹 把古老的阿基米德福利原理 与液压升降和钢缆配重等尖端技术结合在一起 它们让原本无法通行的河段 变成高效的航运通道 不仅节省了数小时的航程 还展现出现代设计的非凡智慧 你或许会好奇 一个升降机系统 怎么能如此精准地提升数千吨重的船只 为什么升船机比传统船闸更安全 更快速 更节囊 我们接着往下观看 你将会惊叹于一切如何严丝合缝的运转 你知道吗 河流就像大自然的高速公路 连接着城镇 城市 甚至跨越国界 但并不是所有河流都能顺畅航行 有的河段有斗坎 礁石 甚至瀑布 那船只该如何通过这些天险 答案就是大坝 船闸 和升船机 这些伟大的工程奇迹 让巨轮能够穿越原本不可通航的水道 先来说说大坝 大坝本质上是挡水的巨大墙体 形成水库 水库有多重功能 提供饮用水 通过水电机组发电 还能防洪 但大坝带来的问题是 上下游之间形成了高度差 船只需要一种爬坡的方式来通过 于是船闸出现了 船闸就像是船的电梯 想象一个巨大的水槽 两端有闸门 船进入后 下游闸门关闭 上游的水注入 把船抬升到更高的水位 下行时则相反 水排出 船缓缓下降 原理简单 却极具巧思 几百年来 船闸让无数船只 得以沿江河 运河攀登 大大便利了航运 比如密西西比河上 就有一系列船闸与大坝 让满载粮食和煤炭的巨型舶船 能够深入内陆腹地 但问题来了 当高度落差太大 船闸无法胜任时怎么办 答案就是 升船机 升船机是更高级的创新 它把水上电梯的概念 放大到了极致 想象一部摩天大楼里的电梯 但里面不是人 而是一整艘巨轮 升船机的概念 并不是新事物 早在十九世纪就有雏形 但现代的升船机 已经成为工程学的杰作 以三峡大坝的升船机为例 它能把重达3000吨的船只 在40分钟内 整体提升113米 这相当于把一艘巨轮 抬到30层楼的高度 整个过程依靠钢缆 液压系统和精密机械 完成平稳 精准的操作 为什么升船机重要 因为它保证了货运不中断 河流与运河 是运输重型货物 最高效的方式之一 没有船闸和升船机 我们日常用到的许多商品 可能会更贵 运输时间更长 尤其在地势陡峭 坝高巨大的地区 升船机就是游戏规则改变者 节省时间能源和成本 开辟全新的航运可能 那升船机究竟是怎么运作的呢 我们可以把升船机理解为一个巨大的水箱 轮船驶入里面后 水的浮力拖住船体 整个水箱加船 作为一个整体被提升或下降 但最关键的是在于平衡 这就是阿基米德原理的应用 船只排开的水等于船自身的重量 这意味着 船和水加起来的重量 是可控且稳定的 在三峡升船机中 长达120米的钢制草体 能容纳一艘船和水体 草体两侧系着钢缆 连接着巨大的配重 当草体上升时 配重下降 当草体下降时 配重上升 就像一个巨型敲敲板 这种平衡大幅减少了能耗 除此之外 还有强力电机与精密齿轮 确保升降的平稳与速度控制 即使数千吨的重量 也能在40分钟内被平稳提升 支撑这些钢缆与电机的 是超过170米高的塔楼 比大多数摩天大楼还高 工程师们甚至考虑到 太阳光照会让塔体一侧受热膨胀 从而微微倾斜 系统被设计成自动校准 确保草体始终保持水平 另一座典型的升船机 是位于乌江上的构皮 摊升船机 它比三峡升船机更高 总高度达199米 不同的是 它采用三段式分级提升 这样做的好处是 当一艘船在第一段提升时 另一艘船已经可以进入第二段 大大提高了效率 构皮摊升船机采用液压系统 力量惊人 它能以每分钟8米的速度 把重达500吨的船只举升 整个过程仅需10分钟 升船机的设计极其注重安全 在三峡 如果钢缆或电机出现故障 制动系统会立刻锁死草体 即便在停电情况下 草体也能牢牢悬停 系统还需经受风暴 暴雨等极端天气的考验 依然能保持运行 每年三峡与构皮摊的升船机 都会进行全面检查与维护 电机钢缆和配重 会在磨损前被预防性更换 以保证万无一失 三峡升船机每天运行22小时 仅在特定的维护期才会停机 还有一些更小型的升船机 比如泥浆上的水口升船机 它的承载能力只有500吨 但依然结构紧凑 设计精巧 与周围地形完美融合 这证明了升船机技术 具有极高的适应性 可以针对不同河流环境 量身定制 最终升船机远不只是机械装置 它们是古老智慧 与现代科技的结合 既有阿基米德福利原理 也有液压与精密电机的加持 它们让航运变得更快 更安全 更环保 展示了人类工程 如何解决最艰难的挑战 从巍峨的高山河谷 到帆腾的激流 中国工程师用升船机 让巨轮穿越原本不可通航的水道 它们的智慧 让数千吨的船只 在几十分钟内完成爬坡 将河流变为高效航运通道 而在更宏大的尺度上 中国的工程师们 将目光投向了能源领域 白鹤滩水电站 位于长江上游 是世界上规模最大 技术最复杂的水电工程之一 它不仅是发电奇迹 更是对自然与技术极限的挑战 大坝高达289米 相当于移动近百层的摩天大楼 总装机容量达1600万千瓦 仅次于三峡大坝 更令人惊叹的是 它的建设地点 处于地质极为复杂的深山峡谷 掩体断裂 地震带纵横 施工条件极为艰险 但中国的工程师们 用智慧与科技 将不可能变成了现实 他们首创了百万千瓦级水轮发电机组 采用世界首创的双区拱坝结构 与智能化施工系统实现了混凝土 胶筑精准到厘米级的控制 白鹤滩水电站的建设 不仅刷新了水电史上的多项世界记录 更标志着中国在清洁能源 与大坝工程领域的全面领先 它让世界看到 中国不仅在追求速度 更在追求可持续的力量 一股能够改变未来能源格局的力量 正如国际媒体评论所说 白鹤滩水电站是人类智慧与自然力量之间的一次完美和解 这正是中国工程精神最生动的注解 如果说白鹤滩水电站体现了中国工程的力量 那么接下来的这项工程 展现的则是中国工程的智慧 使水流能够逆自然规律 违反地球引力 流向最需要它的地方 这就是南水北调工程 中国的地理结构极其特殊 南方水多 北方缺水 仅占全国20%的人口的南方 拥有近80%的水资源 而人口稠密 经济高度集中的北方 却长期干旱少雨 要解决这一千年难题 中国没有选择退缩 而是决定改变江河的流向 将南方的水资源逆流向北方 该项目从2002年开工 到如今全面运行 沿线数亿居民 已经喝上了长江水 南水北调工程 分为中 东 西三条线路 跨越十个省市 全长超过2700公里 堪称世界上最庞大的 跨流域调水系统 中线工程 以丹江口水库为起点 一路穿越黄河 最终将长江之水 送到北京 天津 在沿线建有超过 3000座桥梁与寒洞 200多条隧道 部分地下岸区 甚至长达百公里 它不仅仅是一条水渠 而是一条生命线 如今每一滴流进北京自来水厂的清泉 都有可能来自千里之外的汉江上游 南水北调工程 让曾经被黄沙笼罩的北方城市 重新拥有了绿意与湿润 它改变了数亿人的生活 也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生态基础 这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调水奇迹 更是一个国家 在面对自然不均衡时 展现出的战略眼光与技术自信 从高铁的急速穿行 到生船机让巨轮攀越天险 从白鹤滩水电站释放的澎湃能量 到南水北调滋养万里河山 这一切汇聚成了一幅宏伟的画卷 它展示了中国工程师 面对自然的智慧与勇气 也彰显了一个国家敢于梦想 敢于实现不可能的决心 这些工程不仅改变了交通格局 能源结构和城市面貌 更重塑了世界对发展中国家的认知 它们向闪耀的坐标 标记着中国从追赶者到引领者的征途 每一条高铁线路 每一座大坝 每一条隧道 每一座桥梁 都不仅是钢筋与混凝土的堆叠 而是智慧 勇气 创新与坚持的结晶 未来中国还将继续推动 更多超级工程的建设 把技术 梦想与希望带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它告诉我们 当人类敢于梦想 敢于挑战极限 没有什么是不可超越的 而你有没有被中国的工程奇迹震撼到呢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 最后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 让我们一起继续探索 世界上最令人惊叹的工程传奇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